我们今天来谈谈姐弟恋的问题 对 我应该很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是姐姐辈的 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谈姐弟恋 当然除去我是已婚的身份 真的从来没有比我年纪小的人对我有兴趣 所以以下我所讲的建议 大家就斟酌实用 首先我觉得要能够有幸福的姐弟恋 需要双方一些基础的心理成熟度 我遇到周边的朋友 跟比自己年轻的男孩相处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要克服的问题 第一个要克服的问题是担心 那担心说现在还OK 可是再过几年 姐姐这一边可能会衰老的很快 然后可是那个弟弟那一边呢 又比现在更有魅力 更有成就 所以会吸引更多年轻的女孩子 所以姐姐这一边常常会有一种 一种很沧桑的那种不确定感 就是再过几年你还会想要我吗 或我对你还会有用吗 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 那第二个其实在比较年轻的那一边 常常是处在 例如还不想要定下来 还不想要婚姻的阶段 而且会喜欢姐姐 常常就是因为觉得 同年龄的女生太麻烦 据我所知 喜欢姐弟恋的男生这一边 他们说的 我其实有问过一些人 他们常常说 因为姐姐们比较独立 然后比较不会在关系当中 无限制的撒娇耍赖 或者要求照顾 他们觉得这样很好 可以就是真正的谈感情 问题是我们就要问这些姐姐们 如果你刚好是女生这一边的话 你有没有准备好 长期是这样子的关系 通常姐弟恋在热恋的时期 都非常的美好 可是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第一就是 姐姐遇到了什么人生的挫折 这时候会觉得 想要套用传统的那种 依赖男朋友的那个模式 这时候年轻那一边 常常会觉得你变了 会觉得这个姐姐突然 变得让人窒息 变得有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 然后她就会开始出现 一种不知如何示好 甚至很明显的流露出压力 不耐的这些症状 那么姐姐就会陷入很大的恐慌 所以我奉劝大家 如果你刚好走到这个阶段 归根究底还是问一下自己 在长期的关系里面 你是不是真的有做好 这种独立的准备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是35 然后你跟20几岁的男生相处 恐怕问题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是40几岁 然后你跟30来岁的男生相处的话 这中间会有很多未来的一些不确定 恐怕这些不确定 是女生自己心里的问题 比方你要不要生小孩 你会不会担心说 不赶快定下来的话 你会过了你的年龄 或是怎么样 那男生有一天会不会不满 会不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遗憾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好 姐弟恋他终究就是个恋爱 你要真的进到落实的长期关系 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必须还是要摊开来讨论 虽然这样子很有为爱情的浪漫 可是大家应该不会希望说 特别是在姐姐这一边 你大概不会希望用你青春的尾巴 再去谈个几年 最后让你要用更多时间去疗伤的恋爱 所以我个人 我承认我是属于比较保守的那一边 但是从朋友或者我资商的个案看来 我必须跟大家说 姐弟恋如果真的最后失败的时候 姐姐受的伤常常是蛮重的 所以基于这一点对同龄女性的某种偏心跟关心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想清楚 你要的是什么 姐弟恋另外一个敏感的东西 其实是钱 钱的问题 我看过的一些例子 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大的那一方 经济条件比较好一些 通常在姐弟恋当中 女生也比较不会觉得要等男生出钱 甚至也不会到评分go touch的地步 而是女生会出的比较多 这个通常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女性真的完全要排除那种说 男生应该多担负一点责任 男生应该要能够给女生一些实质的东西 真的要完全排除这些想法 需要很大的努力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完全排除这些东西 一开始花钱只是一种习惯 或者说没有深思熟虑 到后来可能会变成两人争吵的一个爆发点 例如我看过的一个例子是 这个男方在换工作 就是他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比较追求自己的理想 不愿意像以前在职场盲目的消耗青春 所以男生在换工作的这个空档 他不急着找下一个工作 然后连续大概半年的时间出门 都是靠着这个姐姐女友在支出 到后来这个姐姐就会有一点情绪 那名义上就是会说 关心你说这样人生是不行的啊 你不能这样子一直放浪啊 你要赶快安定下来 可是这个年轻的男朋友就会觉得说 你是借由鼓励我的人生在以老卖老 其实你就是在意我没有赚钱 那你刚才去找那些有钱的老头好了 那这个话一出来就非常伤女生的心 因为其实会跟你在一起 就不是在意这些 目前看得到的所谓的实质条件 可是这种争吵又非常常见 我想毕竟这仍然是我们逐渐在适应的 一个违反传统结构的一种做法 虽然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 所谓传统男大女小的限制 可是新的动作通常都比实体行为再慢一点 所以我会蛮鼓励说 在这样子女大男小关系里面的伴侣们 要更发挥你们沟通的那种用心跟能力 好好的把自己矛盾的观念 跟另外一方一起去修通 那真正找出属于你们的在意跟不在意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 钱没关系或钱一定有关系 可是你们两个之间要信任 要能够有这种我不被滥用的 这样一个舒服的感觉 才能够走得下去